塞拉斯搬掉 毕竟这两个英雄现在站在中路线 战线能力太强 看W这边的班人 要针对谁 其实AD是很难针对的 因为Cram1英雄是很深 而且他的AD英雄每个都玩得很好 这边是搬掉了Cram1 这是最近赛场大热的一个英雄 老哥你得想这时候怎么搬 要不要搬猫咪 猫咪或者说塔姆 都是有可能的 老哥你还在思考 如果放猫咪出来 我感觉W可能会移抢 对 好 这边把猫咪搬掉了 那现在留在外面的英雄 是有猪妹有刀妹的 泰坦一般先不会先拿 这边塔姆所下 这人开始说了现在 missing 就是猫咪布隆和塔姆这几个英雄 轮流着来 对 因为两边下路都是要去保一下 自己的ADC发育的 所以先拿塔姆这个点稳一下下路的 这边是直接把椰斧锁下 好 看看W要不要拿飞机这个点 猪妹 现在其实猪妹刀妹也有一套 W也可以试着选一下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因为刀妹的进场有可能会受到布隆的一个针对 自己也得慎重考虑 对 雷克赛 前期想提提速吗 还是想吻一手 猪妹 猪妹 现在如果按W之前的套路的话 是有可能拿 是有可能拿飞机或赛恩这样的英雄 因为这两个英雄 W最赢的很多 如果自己一直赢的话 就和BO5一样 如果我赢我就不变BP 拿飞机 老干爹这里是可以试着拿沙皇去应对 但是Yuki最近拿沙皇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如果让我推荐的话 其实我蛮推荐小炮的 因为这场有布隆 它在团阵里面发挥的作用会很大 是 毕竟这个小炮 尤其是带一个强弓出来 在对线期 其实是能够给到很难压制的 而且实在不行 如果退一步说 如果退一步说 这个飞机如果有摇摆的话 那小炮也可以丢到下路去 对 小炮也是可以打上单的 这边刀妹左下 开始说了有猪妹刀妹组合 现在是两边拆分开来 是 老干爹是拿下了刀妹 而另一边W是拿着猪妹 刀妹加酒桶这个 其实一开始在对线上的威胁也是很大的 拳切对拼性来说的话 应该还是老干爹这边更强一点 他的中野对拼会更厉害一点 对 当然刀妹还存在一些辩证的可能 这边是搬掉维鲁斯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按我们之前的那种搬pick来说 W这手其实应该大概率会拿艾希 因为他已经数得下塔姆 这个下路是W打得比较多的 对 那看老干爹下一手要不要搬 现在W要稍微考虑一下 AD的一个搬人 包括上单或者中单 这边是搬了阿卡利 或者说W不行拿个Easy也行 因为我看了一下老干爹他毕竟刀妹加上九筒 一个塔姆有的时候不一定能保住这种短腿的AD W也可能会考虑Easy 这边是选择搬掉了 这是选择搬掉了鳄鱼 我感觉老干爹这里应该是个卡莎 因为最近这个破盾机制 让很多带护盾的英雄 虽然蛮头疼的 所以这边搬额鱼是有可能要选卡莎这样的一个英雄 卡莎这个西威尔 这是对Karma选择很多的 对或者说他这个刀妹有可能去走上路 是吧 西威尔锁下 带TP 艾西 这边开始说了W一般来说如果拿塔姆 艾西的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 这个组合他们从春天就开始打了 那个时候还不太流行 余景 加强一下线上的这个守长 余景所下 那是打一个下路压制 最后看一下上单怎么选 上单是有可能要收到Counter Pose现在是还有3N 船长 我感觉如果拿3N的话 老元蝎如果拿手吸血鬼 W就比较难受 3N管不到吸血鬼的发育 W这边是不好管吸血鬼的 他没有人管得到吸血鬼的一个进程 上楼拿个最发育的 班长 老元蝎这里其实是可以拿凯南上的 凯南或者说是 凯南挺好的 因为凯南可以补AP 只是说补凯南 他们的开团就太依靠打野的一个开团 小炮 如先 这两个都是可以来打上单 而且中单也可以打 小炮锁下 那如果最后让我猜分线的话 应该是个上单刀妹队船长 然后中单小炮去抓这个飞机的对线 因为最近飞机在中路 我看挺多赛区 就欧美那边拿 就飞机都是有可能要被单杀的 对 小炮 看来带什么召唤式技能 已经天赋了 目前锁的是一个隐燃 隐燃加强攻的话 对于飞机的压制很大 那蜥蜴现在咱们看 也是带了个虚弱了 对 带TP值呢 有可能要被单杀的 而且小炮现在一般主系是精密嘛 主系是精密 他有可能有时候会带从任 就是有可能是主宰 但负系一般比较固定 负系会带爆破 跟随隐营的温持 巫威攻联盟 一起进入BO3的第一场对决 蓝色方W 红色方老干爹 一场对决定 一场对决定 大江云 大江云 加油 大江云 加油 大江云 老天姐 加油 老天姐 加油 加油 好 那告诉TSM粉一个好消息 TSM今天早上赢了FlyQuest 然后已经进入季后赛了 这么好的吗 虽然AD犯罪了一波 但是没关系 最后还是禁了 那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基石天赋 这边MISTAKE选择带的是一个迅捷步伐 这在女警的带法来说 最近也是慢慢变多了 因为有些时候 如果你选择带致命节奏 你有可能会在线上打着打着 自己续航不够 然后在飞机这里的话 蟹也是打的比较稳健 因为打的毕竟是硬茬 这如果说打小炮 你要带什么偷钱的话 自己有可能死 没错 小炮两级或者说三级 直接就跳脸了 带的是强攻加引燃的小炮 上不来就跳脸 直接跳 这一波是海骨肚层被打掉了 如果下一波 这边小炮抢一下等级的话 他抢到二是有可能 直接可以跳上来杀蟹的 嗯 一波兵补完 还差一个兵 补完这个 比可以到二 现在因为蓝色帮 飞机是立于防御塔 稍微近了一些 小炮不太好跳 跳 我去还是要跳 这边直接挂虚弱了 这没办法 飞机打小炮就是这样的 他跳上来你就得挂虚 你就挂虚弱 到二姐上来打一套 打出一个虚弱 现在 西野在中路只能被压着 没办法 下路的话也是凭借女警的首长 这是下路比较悬殊的一个差距啊 因为 轮子妈是500码的射程 而在另一边女警是 ADC里面 等一下 一级无位 一级没有技能的情况下 她的射程是最长的 650码 150码的差距 在线上是很难弥补回来的 感觉刚才Yuki 是不是打得有点过凶了 因为当时自己 打野机立的比较远 如果 因为刚才立防御塔也比较近 如果强行去开阵的话 万一众未在旁边蹲着 可能小炮会有点麻烦啊 其实我感觉这是Yuki 一种信号吧 因为之前打飞机 还要打沙皇打太多了 现在好不容易拿个可以凶的 立马要凶一下 这边红BUFF还没打 九筒来河道 附近看一下 双方打野遭遇 人们看到猪妹 已经把自己BUFF开完了 猪妹是选择来刷三郎 应该是控下半区的河线 九筒来控上半区 现在船长把线给放回来 POSE也知道 九筒在上半区 赶紧把线放 一般船长前期的话 如果说要在线上打一打 最好把线就空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好补兵 进不了塔 然后对面也不好干 对 毕竟有个橘子也不太好 跃穿长塔 二位 一开始凭借着推线优势 往蓝色帮也去做一下视野 小炮再次跳脸 这是真的没办法 大家如果去打一下中单飞机 然后对面选个小炮 你就知道这是多难受的事了 完全对拼不了 这也是和我说的一样 他带的是一个爆破 可是前期的话 前五分钟防御 他有防御机制 不是那么好A 对 五分钟过了再A一个爆破 一般就飞机你去游走 带个炸包没关系 中路是掉两层塔皮 这中单小炮 不仅是强攻可以打得比较凶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带 从认 没错啊 带从认的话自己的出装 就更加要偏向于攻击力一些 而带强攻的话 可以更加偏向于出装攻速 对 如果带强攻 我看很多是选择会出破败的 如果带从认 更多就直接无尽 这边船长 A个桶加速 橘子解掉直接走 九桶这里 看E技能什么时候交 闪现 躲掉 这边是闪现一发平A 上单的刀妹是拿到这个人头 九桶眼神助攻 因为九桶刚才是没有 他也是没有惩戒刀的 所以E技能没中 他也没有准备交E闪 那闪现一发普攻 刀妹还是把人头拿下了 没错 九桶是用自己的E技能先逼闪 那两边的上单是闪现后换 这眼神助攻一步 团长前期死一次 死一次其实还好 因为毕竟有迎蛇臂 然后不能死多了 死多了可能就出问题 刀妹继续打得比较凶 比翼刀再次拉到 还在不停的去消耗 血线他还有个Q的技能 再Q到脸上 A下 这边嘉维又完成了一波单杀 这死一次确实没问题 死两次就有点炸了 而且这波兵线是回推线 这个出生牛都不怕火 这是老干爹上单 Garvey 这才是第二次出现在职业赛场上 而之前他一直是在 英雄联盟职业发展连载的时候 在VP战队的 下路也要打起来 这边取一个盾 A下 Mystic是换掉了布隆 已经能往后拉 但是扛不住 轮载完后去的一个普攻 其实这一波感觉 老干爹下路并没有特别转 因为Mystic还可以TP出来 他不亏兵 他不亏兵的 但现在船长是很亏的 船长这波线有点小炸 明显卡住 Mystic这波是不亏兵的 但上路怎么办 上路这两波单杀 我们看 这是第一波 在这由于没有视野 所以被刀妹A征服者 一直平A 第二段Q E技能闪现躲掉 闪现一发A 这应该是刀妹平A的极限距离 但是平A灵很凶 闪现 挂被动 自己举盾 但是被A一发爆头 直接暴死 虽然说这波是交了很多技能 把Mystic给击杀了 但是Mystic其实并没有亏兵 所以双方的交换 W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上路方面 现在就已经有点崩了 对 刀妹刚才是扛了一大波兵线 去跟船长对拼的 就这都单杀了 这样一来 船长的发力点 可能要往后靠一靠 前期W能争夺的东西 就越来越少 宝贵天现在赶紧 自己阵容强势 小龙侠骨先锋 尽量就全部拿 这边小炮也过来了 拉下身位 还是准备继续打 先把龙拉出来 那W不好争夺 朱美现在是在刚刚走到中线 以前挪着血线 飞机想过来遭了一下 朱美正在路上 三层方 W还是想去争夺一下 火龙这里血量有点低 再一个导弹 直接被塔姆给填死了 旁边这里还要留 小花几盘 交一个W技能 后面留下 直接由 Mistick一发让子弹飞 收掉了这边的酒桶 这一波 老干爹拿的这条火龙并不转 这波损失人头损失比较多 主要是女警感觉有点启事了 上路又过来 这波是靠塔的 所以不用担心 靠塔 所以不用担心POSE的一个生存 生存的环境 对 刚才这一波老干爹打的 看下这一波 主要是因为他位置被逼得有点 逼得有点奇怪 我觉得是龙没有完全拉出来 导致这两个人 不太敢于上前去摸这个龙 如果再往外拉个300码左右 可能打龙的速度 就不是一个人在打了 你看龙刚才在那个血 七八百血线的时候 是一个人在打龙 刚才由于被卡了位置 所以Krama也没有及时去A 这也不能怪ADC 因为刚才那个位置 如果他强行过去的话 自己要吃很多的技能 打了一波反而W打回来了 是 而且下路的这个压制 感觉Krama现在挺难受的 齐叶现在把兵线一推 带着招包可能要去游走一下 上路赶紧 刀妹要把线放一放 齐叶往上路一靠 缓解 想缓解一下上半区的压力 但是这个兵线 刚好刀妹把线卡在这里 他自己是很安全很安全的 被人看到D建鱼可以是要做破败的 带强弓还是做破败比较好一点 这种兵线对于船长来说太尴尬了 他兵线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塞进去 同时又容易被刀妹给控住 他自己还不敢上去去A兵 因为刀妹随时可能越兵线去杀他 就是像现在这样 他如果上去补一个 自己有可能要被单杀 对 因为他没有闪现也没有大招 而且这个兵线还没有办法短时间内给炸进去 倒霉还在找机会 还要再继续控线啊 这波好像先控的有点死 下路W压得太深了 自己AD是没有闪现的 这一波先唱一个旅持者 吃一口把Mistick吃进来 但是顶了一下把他们给顶回去了 Mistick也不走了 他直接想要换P&L一把平A 但是没有换掉 P&L这里走掉了 旁边的人头是让这位Krama拿下 而且P&L这里放了一个大招 要稍微留下 不过旁边这里一个W 背伤是收到Bedman的人头 而且西叶是及时赶到支援 还有一个导弹 这边上西叶收到一个双杀 这一波的西叶持援现场恰到好处 虽然说 在杀 下路双杀组织 其实在杀Mistick的时候 耗费了大量大量的时间 而且第一波确实是 耗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然后他们是想杀Mistick 然后那个时候追Mistick的时候 Mistick往后撤了一撤 等了自己的队友过来 但另一边 老干爹中路肯定是不亏的 因为Yuki带着这个爆破就是 你去游走一波 我就吃你两层塔皮 对 但是现在咱们看小炮 他本身双多蓝 就有一些拖自己 一开始的这个发育的节奏里 同时他强攻点燃小炮 一开始也没打出效果 这波其实很巧 因为Jumai就在河道 他支援的速度会很快 到这里没有换掉 被定原地了 而后续的缠斗中 这两个人明显 输出伤害欠了很多 九筒因为一开始的爆发 已经打完了 Yuki带虽然一般这个时候 他伤害确实是不高的 但是他肉 而且他现在有红buff 所以伤害可以补一补 对 最后飞机过来收个双杀 对 暴龙来到上面 装人组 现在是准备换线了 换线应该是准备要动 峡谷先锋 队伤也在旁边 倒入这里 倒霉过来 直接给一个大招 双方一波对拼 被舔晕了 一技能平A mistake 就换下了家伟的人头 没有稳住啊 动弹不得呀 这虽然塔姆 不是打上单的 但是他这个在对拼之中 打进这种近战 二打一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没错 尤其在配合这个女警的夹子 刀妹在地上拔战了两秒钟 承介留下 留久筒 久筒这里还是可以走掉的 因为毕竟 这边背上没有后面 没有野区的一个视野 刀妹阵波阵王也是暴露了自己 还是有些欠缺经验啊 打船长一开始可以凶一凶 但是毕竟你对抗的是双人组 双拳还是咱第四手啊 先把上路兵线推一推 现在得看 哎 这边又开始了 交给闪现 家伟现在有点没稳住啊 这还在填 一个鼻双刃晕住 再过来吃回来 家伟这里人头又被蜜子给收下 他连死两次 老根爹 这是老根爹唯一条优势路啊 老根爹现在全 全队的希望 整个乐观家族的希望 都在他身上 这 那现在上半区 因为老根爹人数比较多啊 所以先动这条下骨前锋 但是 也没有特别好动 因为 诸美飞机在路上啊 对 而且塔姆是有开车的 这一波如果真的要打 Mistick还可以TP过来 现在 Crama想要把这个塔推掉 推 应该是可以推 但是没有抢到医学塔 医学塔是在下面让Mistick 给单吃下来 剩一个6-1 这波回家应该是有无尽 对 给Mistick下路放空的时间太久了 而且开始选阵容 哇 无尽在家黄叉 好肥啊 而且开始选阵容 我们也说到了 老根爹其实前期蛮强的 这套阵容 但是 自己打着打着 又变成劣势了 他如果再往这种时间拖的话 他现在还可以打 但是往后再拖的话 W的优数越来越大 我觉得还是主动换线的吧 这波主动换线 老根爹是想 去拿这个上半区做文章 但是下路 首先刀妹一个人抗压 没抗住 被两个人直接吃掉了 同时在打下骨先锋的时候 争夺也没争夺过 虽然这两波单杀是很帅的 但是死的这两次太不应该了 第一波其实满伤的 如果第二波 第二波那波没死的话 感觉也不会到现在这样 因为他直接让Mystic单吃了一个610块 现在大打加速了女警的一个前期节奏 过来想骗盾 在这里很紧 就是补交 捏得很紧 旁边盯一下 盯到这个布隆 皮眼灵这里很危险 加炸包过来 西叶收下一个大杀特杀 这波布隆感觉很不小心 就是感觉自己的ADC在忍自己的盾 然后布隆觉得不能袖手旁观 我一定要过来去帮一帮 其实皮眼灵那个位置 确实是没错 但是他也许可以 稍微躲一躲这个大招的 因为他那个位置就是 如果我的ADC背定 他直接闪现上去大招 帮忙留一下 就是帮忙留一下对面的人 不让对面输出自己AD 但是刚才那个位置 就是很明显这个珠妹是有一定的 有预谋的 出了一个破败的小炮 但是现在对于这条 下谷先锋也骚扰不了 下谷先锋的W拿下来 拿下之后 现在应该是可以放中路的 这边塔皮质刚消失 放上路其实也行 因为上路塔的血量还蛮多 现在反正也不着急了 因为下谷先锋的血量 他撞的一个伤害是根据血量来的 血量是根据全场等级 所以越往后放的话 他的撞的越低 再拖一拖 反正没塔皮了也不急 双方吃塔皮都吃的蛮多的 老干爹 把水龙给拿下来 这个时候因为上下两路 蓝色龙W都在发育 一边是船长一边是飞机 所以这条水龙W也不争了 经济的差距现在对于老干爹来说 不是不能接受 但是他一定要打赢最近 就是再往后拖的话就很难了 就是最近发生的团战 他一定要赢下来 这里要来杀Yuki Yuki这里还是有闪现的 非常想着一下还是溜了 毕竟野区视野不够多 他没有信息 如果说后面 这小炮蹲着几个人 那自己这不要遭中 对 中路W双手组还在给压力 打野身上还捏着这个下谷前锋 这个先锋之眼如果要捏碎 捏到中路是挺不错的 上中其实都行 因为中路的话 虽然说塔的血量不多 但是由于西威尔首线 你很难去把西威尔的冰线推进去 所以峡谷前锋 应该算是放在中路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一头撞掉嘛 对于上下两片野区的这个视野可以打开 其实这盘比赛我们看小地图 可以发现老干爹 这盘视野其实是做得很好的 尤其下半区也是保障 他们刚才那条水龙可以拿下 但也是由于前期的对碰 可能没有做得特别理智 所以他的优势 在前期拿到之后 反正现在送出去了 对 尤其是给W两个C位 中下两个C位 一人三个人头 西威尔这把飞机很肥 而且密西克现在已经火炮了 他是可以在中期的时候 不停点塔转线的 虽然说这把刷不了土龙 因为现在已经有三条龙的属性了 下条是蜂龙 虽然这把没有土龙 但是在老干爹这边 他的手线能力只能靠一个西威尔 而西威尔在这种塔前 是很怕飞机poke 他们也是选择把F6拿掉 再扫一下眼位 飞上去在思考 峡谷将会放了 放上了 那老干爹从小地图显示 还是想来上路守一下 中路暂时人比较多 哎 这里 A一下 好痛啊 这是带火炮的一下暴击啊 暴在九筒身上 直接半血肥了 再Q一下 直接 给个大招 让布隆挡下来 本身一开始我觉得老干爹 可能还是会守一下上路 但他们一开始放弃了 对上路兵线的防守 那九筒走在中路 那肯定想中路 看少播机会吧 因为W刚才人员重心是在上路 但是女警这一枪 直接让他望而却步 中美再次开团 直接开到卡尔玛 卡尔玛叫做Z的闪线 往后拉扯一下 传上这部大招 放的位置还算不错 那W凭借着这波的干客 也是掌控了上半区野区的视野 这波打一个闪线 W就已经很转了 因为这个闪线 实际上他们可以推中塔 掉了闪线的情况下 俱乐尔不敢守 他如果守 对面再来一波 自己就没了 旁边有一个刀妹 刀妹这里被留下 一个鼻窗上 稍微拉一下 被钉在原地 后面塔姆也过来了 舔一口减速 Q技能 打一个爆炸果实 交给闪线 赶紧来到蓝buff草丛 玉锦一技能过强 还在布林的追击 一下暴击打出来 再一枪281 MISTAKE收掉了这边刀妹的人头 而且下路刚好 边线是到了二塔的 中路虽然没有推 但是下路是可以推的 我感觉刀妹这波 失误有点大 因为这个时间节点 老贵还是去防守为好 刀妹他那个位置 他是想从侧衣可能绕一波 但是 他如果有闪线 其实闪现点爆炸果实就OK了 感觉他还是想要稍微秀一下 而且刚刚他没有水影鞋 刚刚他是一个草鞋 加上磨抗斗篷 导致他被这个猪妹晕住了太久 现在经济差越来越大了 对于老干爹来说 自己的阵容可能慢慢 就已经没有发力点了 因为再往后打 能给他发力的 能给他发力的点 确实越来越少 现在无论说是双C的装备 还是说上个单 本来优势一条线 都是没有打开的 船长也俯回来了 而且MISTIC现在怎么限制 MISTIC马上就要垫刀了 他已经掏出一个黄叉 现在在正面作战能力 是非常强的 如果说没有任何人 可以威胁到他的话 他在团阵里面 输出环境会非常好 是 我觉得对于老干爹来说 这个担子又是压在了 酒桶的肩上 虽然说他现在很脆 但这毕竟承担了一个 老干爹的开团的能力 因为开始说完之后 就 就选完之后也说了 老干爹他是一个单开团 就 酒桶压力会很大 而且你这个单开团 是要注意 你最好是把女警 和塔姆一起炸回来 不然在空中的时候 他们也是可以把女警 给吃掉的 这边这要包过来 他们开车来抓刀妹 刀妹这里不好走啊 Q下兵笔 双人拉下 但是已经交了一个W技能 一下平A Mistic收下了这个人头 三个C位对他输出 完全刚不住啊 甚至还可以威胁一下下路的高地 2-0到2-4 现在刀妹自己本身的一个优势线 也完全没有打出来 现在W虽然没有推掉对面中路塔 但是下路已经把高地给推掉了 而且高地水晶都有可能要推掉 小炮还不回 小炮还在上路带 那小炮这一波呢 直接下路要放了 那直接没了呀 这下路高地是直接白给了 老干爹是直接白给又高地 但是其实小炮回来 也不是特别好防守 他换个二塔 他换个二塔 其实应该的 因为他回来的话 刚才也没什么首先能力 换下资源嘛 首先主力老干爹 他也是说了 他是西威尔 对不大就回家 直接套了一个飓风出来 这感觉就是 平常云顶之翼里面小炮的神装 是吗 接过来 来了一波四包一 其实没有任何操作空间了 哪怕你再修也没有任何操作空间 因为这波兵线还没续上 是 虽然说控制不足 但是伤害已经挂满 这边再把风风给拿下 拿下之后下调是水龙 但是下调水龙之前 老干爹看能守 守一个怎样的程度 因为他现在下路已经没有高地了 他高地水晶都没有 是 那跟随我们的群龙好期间 上演跨界老师一起哈皮 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男爵控制率 W还是比较高一点 然后击杀男爵的胜率 W也是还蛮高的 是 尤其现在下路一破 下路本身有大兵 刀妹就被牵制住了 本身前期这个点还是比较顺的 但是连续迷路几波 刀妹这一个点的优势也可以送走 现在他要被大兵不停地牵扯 W可能觉得两分钟之内就要动这条大龙了 而且老干爹本来就缺少AP输出 AP亲这个超级兵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他又没什么AP输出 这边中路的塔应该是要直接给的 装备差距实在太大了 对 这如果要守的话被开一波 老干爹直接就是团灭加大龙 而且刀妹还在下路守线 中路二塔可能也有点难守 这两个人的Poke令老干爹 这个头皮都发麻 飞机一下女警一下 现在玉克已经套了无尽出来 哎呦这女警有了火炮就点一下 直接把轮子妈大招都给逼出来了 A下直接大招溜了再见 这真没办法 老干爹现在很难开 首先是很难开 而且开起来不已经打过 你看这个塔姆 他基本上是寸步不离这个双C 就谁被炸我就吃谁 对 而且主要是这两个双C手还很长 这边直接过来 第一进到这一个布隆 布隆留在塔下 还在最后一点血 专交出闪现 宝珠在命 但是塔的血量下得还是太快了 是 中路应该还是可以接触 继续接触兵线 把这个二塔推掉的 红Buff也是可以让 哎 九桶还是成功逞到 还是逞到了 但是自己逞到 没用啊 还是要给 尽量给小炮和 给小炮还有 西威尔这样的英雄比较好 是 虽然说这把开始 Krama 他线上可能说过得没有特别舒服 但是他的发育 应该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下路这边又是在被W的小兵给围欧啊 老格尼现在很难出自己的高地 因为清超级军实在太慢了 我们看被这两个超级军围欧 看W最近会不会提速啊 因为他现在船长和珠妹没大 两个关系性的大招没有呢 可能让W现在动这条大龙 稍微有一点点不敢 所以最好还是推中塔 中塔上塔现在是W比较想要的 他倒是只要把兵线推过去 然后在老格尼首线的时候 他直接转线去把大龙给拿了 这是比较好的 点个赞 现在我们看飞机他也没出法穿鞋了 因为这一把老干爹他的AD处处实在太多了 所以左边绝大多数人 除了AD之外 其他都是副甲型 是 中塔拿掉 现在只要往前逼一下 然后把视野一坐 反正逼到高地附近 W直接去打大龙 他这个这种大龙速度 虽然不是说阵容不是特别快 但他装备发育实在太好 速度其实还可以的 BD现在在23分钟 他先这个双C的装备 平常其实女警这个时候 大概自己黄沙还没掏出来 就第三 第三件黄沙还没掏出来 我感觉W他是想杀一个再去大龙 或者说再拿一处资源 他想先把野区占住 因为理论是他现在要该动了 因为我估计还有个 一分半到两分钟 下路的水平就要复活了 如果等到下路水平复活 其实老板那些还是能够再拖一拖的 或者我感觉W有一种非常恐怖的想法 那就是他不拿大龙 因为下路已经破了一路了 你又有人要去守 而且我中上 这几个C位推卡都还很快 现在他只要 他不拿大龙也可以推高地的 没有说一定要拿大龙才可以推高地 对W这个任务来说 大龙并不是必备的 这里直接开开的是一个 塔姆开的不是特别好啊 反倒是冰箭船长一个大招 他被两边先拉开一下 正行倒面从侧翼先放一颗大招 但是自己激发了一个血手 还能不停地穿 看一下Pulse往后拉扯一下 全员想撑对吧 小炮一炮双翔 带走着船长和塔姆 再带一下小炮一炮吹不喝 还能再继续追击吗 鱼可以硬杆火箭跳跃不再刷新 现在这里好像老干爹是有个机会 看要不要动下这个大龙 但是他整体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看看W终于选择了回家 这波是可以直接回的 想想老干爹现在打不打 也稳住了 其实往后拖真的几率蛮低的 就往后拖的话 老干爹真的赢的几率还蛮低的 老美这波特意开得好呀 他大到了很多个 也大到了四个人 身上被套着虚弱激发血手 但是仍然是一往无前 保障了小炮后面能输出 Mystic这一波实际上被挂了被动 如果他身上没有挂被动的话 应该还有一定秀的机会 是 现在我们看到Crama 现在掏出了他的三件套 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 下路水晶破的这五分钟 W并没有拿大龙做文章 他甚至连逼一次都没有逼 因为本身 用下路水晶去牵扯老干爹 你至少能牵扯一个刀妹 即使刀妹有一个TP 对吧 那你拿大龙至少逼一下 TP逼过来 然后到时候再让 再让这边船长去带 这样刀妹也会非常头疼 对 而不是直接去打上路 因为你即使把刀妹牵扯在下路 但是你去 围攻上路的高地的时候 这个刀妹支援的限制很短的 五轮子妈再次被逼出大招 破龙给他掩护一下 下路船长也在带 现在W已经开始走了 自己这个阵容 打分带其实也可以打 让船长去带一路 然后接下来让女警 通过一个长手来 逼一下正面的塔 对 现在打分带 我觉得就是很明智的 因为船长本身 他领先一个大招 可以远程支援 其次呢 刚才刀妹的TP 也是用过的 船长现在领先一个TP差 在野区W排轮视野 老干爹现在尽量要把视野 塞到龙坑附近去 现在龙坑附近还有视野 W只是没排而已 待会儿如果这些视野排掉了 老干爹 没往前走一步 都很有可能是 都有可能是死亡地带 是 而刚才那波过后 小炮三个人头 他现在跟轮子妈 也一人三件套了 这个时候 其实有一定接战的能力的 现在小炮的装备补起来了 在正面有接战的能力 只是 谁能够威胁到女警 因为这两个英雄 如果威胁不到女警 他们还是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在团战之中 打不出来多少输出 直接被女警收掉 女警手太长了 而且前面是有猪妹的一个 做前排的 并且飞机其实也很难杀 老干爹现在要注意的是 自己如果兵线被推过来 他要赶紧进野区 要赶紧做视野 因为这边视野 就兵线逼过来 W把视野一坐 直接去大龙坑附近 老干爹是非常难受的 现在他连蓝色视频都还没有好 不过W还打得非常稳健 先回家补装备 装备补完 再来考虑下一步 是 这场总体来说 我觉得就是W破了下以后 对于大龙的威胁 够 给老干爹很多的喘息的机会 给老干爹很多的喘息的机会 飞机之后回家应该是有火炮了 嗯 MISTIC现在已经套出了四件套 他已经有银血剑了 那现在其实老干爹 他继续可以拖自己双吹发育 因为本身经济处于一个烈势嘛 继续拖双吹发育 炸 九筒没有炸得特别好 但是猪妹这里有点危险 回头定一下 这边定到的是一个Yuki 但是正面刀妹进场直接被收掉了呀 没人威胁到这个女警 我感觉刀妹这波的位置很差呀 他没有跟队友一起去处理前排 因为跟队友一起去处理这个猪妹 可能就可以了 但是刀妹想要更多 现在只要处理不掉这个女警 女警是可以全收的 他旁边还有个塔姆做保护 本身Batman 九筒这一波炸已经很漂亮了 是把猪妹和W的其他队友分隔开来 但这波一换一之后 大B乘势要上这波高地 我们可以一直点 MISTIC在这里 这个盾消失的那一刻 老根就要往后撤了 虽然他可以消耗MISTIC 但是MISTIC有阴血剑 对 他现在还有迅捷步伐 玉锦还在放夹子 还在不停地逼走位 MISTIC直接在高地之上长阳 这边要直接破两路 先把两路给破掉 再A一下 现在PY零血量下的也很快呀 刀妹这里出来 但刀妹现在大招处于一个CD状态 不太好去开 九筒大招也在CD 应该还差个十几秒钟的时间 看看啊 九筒先开劣势者 他在等自己大招的CD 但距离差的稍微有点远 看来打了一套 老根姐只是把兵器给逼了一下 这边如果猪妹过来的话 W也可以继续逼的 但是还要选择稳健的一手 嗯 也许想敦服一波 下半也许的敦服先去开九筒 九筒瞬间被融化了 朱妹上一个猪皮 但是比较热 MISTIC这波输出位置还不错 西野往后拉扯一下 朱妹前面有点挡不住了 他们把吃献给了朱妹 那双C有点保不太住了 炮子交出去的闪现 虽然说脚烂了后排 但是自己也没有办法 再一个侧弦开火 大招去留人 MISTIC还在不停地追击 自己身上有没有一个大招 一个精准的狙击 拿下来 但是没有办法 布隆一个防盗门 将其拒之千里转 这边的话直接开车过去 开车过来要打大龙 其实我们也得注意 现在塔姆的大招是有改变的 就是他必须要拖战三秒 才能够上车 所以刚才MISTIC 应该是点了两下 点不进去 对 这边的话也没有大碍 现在是直接过来 可以把大龙拿下 但是这波还在骚扰 布隆一马当心挡在前面 先给了POSE一个Q技能 塔姆点护架队友 三十多的选线 图尔马正在路上 但是赶路实践 稍微显得有一点点长 有个扣刀军机 还在不停地去搅局 PLA又被打散了 427的暴击直接通在脸上 看看啊 Yuki还在不停地拉扯 老干爹不想放W一走 W这里已经先溜了几个了 他们好像是没有一起回程的 这边是飞机先溜了 飞机先溜 感觉应该是带炸包出来的 对 这波打完老干爹几乎 就很难很难了 是 尤其是我感觉W在推的中转下 没有推到下了水晶的时候 配合着猪妹在野区蹲服一波 然后掀开酒桶 这波太关键了 他们其实想好了 就我先把你打野杀了 待会我打大龙速度还不错 我直接把大龙给拿下 然后再来跟你正面接团 哪怕说 哪怕说在打大龙的时候有人损伤 只要大龙拿下 正面团战还可以接的 只要死的那个人不是女警 一切都好说 是 水龙再次拿下 W现在是一个双水龙 那缓步的推进应该是可以把三路全部破掉的 老干爹现在是站在悬崖边上 嗯 留给老干爹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但是留给他的机会还有 拜登曼也去想配合小炮来一波 但是想想不太好了 远见改造已经照到了 远见改造照到 但是九筒绕了一圈 过来要开小炮 原来这边九筒 九筒是逃命啊 哎呦 这波佩克这个塔姆啊 确实抓别能力太强了 尤其没有二塔的跑步 导致本身老干爹想抓一波船长 自己反倒成了猎物 那现在老干爹唯一的希望 就是库尔玛 库尔玛现在的一个西维尔 是必须要承担一个守线的职责 如果他守不住线 那直接带这一路的冰线 W就可以一波结束比赛了 塔姆直接去开正义荣耀去捏刀妹了 谁带着冰线过来 开W上去平A 先把这位库尔玛往后逼 让他在全身车里面稍微回复一下 但是里面又开得特别好啊 就是只是看到了一个猪妹 刀妹用大招进场身上的虚弱 瞬间被套出来 自己开了个机身 两个人在担他 刀妹再穿后白 塔姆吃掉女警 一口吐出来 女警继续做出出 刀妹已经倒地了 刀妹的仅剩三元大将女警 再补一个大招 又是被布隆防网门挡住 库尔玛撤到泉水 小炮跳出来 这波跳出来 想续续阻止 并没有成功 W还是推掉水晶 我们恭喜W在BO3中先下一程 这局比赛 W在前期的节奏里面 处理得特别好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 最主要是他拿了优势 并没有送出去 他前期打得非常地稳健 而且他的转线之中 虽然说他实在是有点过头了 但是这种稳健 是没有给老根捏任何机会的 是 反倒是我觉得 对于老根捏来说 前期的节奏是不错的 这场其实 失掉前期的节奏 对老根捏是很可惜的 一开始 刀妹2-0的开局 发挥的是非常顺畅 下路其实 双方有一些人头上的互换 但是女警和伦子妈 都有吃到人头 但是老根捏随后的一波决策 他们主动换线 到了上半区 到了上路 想去拿下谷前锋做文章 但是没能成功 下路 刀妹以一扛二 没扛住 没扛住鸭 刀妹被击杀 一血塔由女警拿下 甚至下谷前锋 老根捏那一波也是煞雨而归 所以这一波我觉得 对于老根捏来说 节奏大大的丧失了 对 就是那一波主动换线 老根捏其实换 他的想法肯定是没错 他想的是 我刀妹是强制线 我换下来 扛一扛二没关系 对 但是刀妹主动上去拼 把自己命给送掉了 而且上路峡谷前锋没拿 他自己换线上去 下路峡谷前锋 峡谷前锋没动 然后自己强制线也没了 这一波老根捏是直接 把自己的全部优势 全部转配了 对 随后就是W的 稳步地滚起雪球 虽然说W在拿了下路水晶之后 并没有立刻拿大龙做文章 导致老根捏其实是 拖了一些时间了 但随后W的 在野区的一波敦服 凭借着朱妹开死了酒桶 然后再拿大龙 也是成功地帮助W 继续将优势滚成了盛势 但是虽然是想输了 我们还是看到了 小炮这个英雄打飞机 还是挺好打的 他在现场的压制能力 再包括说是 飞机去游走的时候 自己推塔的一个能力 都是很多中单做不到的 所以这也是大家 就是各个战队 可以稍微学习一下 我感觉这个英雄 会在之后的一两个版本 可能会成为一个主流的中伤 9-3-5的战绩 87.5%的参战率 你看他这个伤害转化率 伤害转化率非常的高 因为现在打200%的伤害转化率 应该算是AD比较夸张的 因为AD说实话 现在输出完期并不好 对 打200%的转化率是很夸张的一件事 MISTIC在这个夏天的常规赛 第四次展换MVP 也是希望后面能够越来越出色